家装防水遇到了他们那个可能骗局的吧 陈先生住在杭州市上城区兰桥名院 他说因为卫生间墙角有些漏水 前几天刷短视频的时候 正好看到推送防水补漏的广告就点了进去 最后加了对方的微信 然后他说上门可以来勘测 然后是收费很透明的 然后那个人开始跟我说 他说你这里笼笼也不需要很多钱 那我就想叫他上来做一下 陈先生说师傅上门后看看 表示需要补漏 浇水160块钱一斤 还说卫生间比较小用不了多少 陈先生说上门的师傅在卫生间里钻了两个孔 拎了两桶浇水往里灌 灌浇水前先让他称了称重量 陈先生说筒上没有任何标识 浇水到底值不值160块钱一斤 他不清楚 师傅报完价格把他吓了一跳 更离谱的是对方临走时还问他要了两瓶酒 不是要5000多块钱吗 那我先费用高了 那个人看我家里有几瓶酒还说要么拿两瓶酒可以抵钱 我想一般正规的话也不可能说拿酒可以抵钱的 抵了多少钱呢 抵了三四百块钱吧 最后陈先生付给对方5000元补漏费用 两瓶酒算是抹去了零透 他后来上网查了查才觉得可能被骗了 当时到底什么情况 拿酒抵钱又是怎么回事 记者打电话问问补漏师傅 我跟他做的时候我跟他说过 我说你这个底下有点空 这个用胶量有点高 我跟他说过 我做十几斤我已经跟他说过了 他跟我说你这要过做好就可以了吗 那你又跟他说过价钱吗 我跟他说过了呀 他自己自己他自己也算了呀是不是 我们这个是158块钱一斤 用一斤算一斤 我最后给他算了150一斤 什么牌子的交税呀 什么牌子的交税 我会给你发过去的 那最后那两瓶酒是怎么回事 那两瓶酒是他自己他都给我们的呀 他说给他便宜一点 他说他不喝酒 然后送给我们也行 我现在我都在开车 都不开车我再给你回过去 微信上显示 这家企业叫做本地肃达防水补漏 公司地址在江苏省 陈先生说 他后来打了12315热线 不过相关部门回复查不到这家企业 他觉得这5000块钱喝两瓶酒 大概率是要不回来 他找到我们 主要是想通过这个事情 给大伙提个醒 不让大家受费 因为我网上查了查 这个都是一个漏洞了 因为他那个 他说透明收费 其实都不透明 像我这里他说 也算给我倒的少 倒的多了 就是万把块钱了 这一个小冬 就值万把块钱 捡到了比黄金还贵 1818黄青眼 据说报道 请 gia都解释了